公子 库中样品 您都挑了上百件了 当然要挑最好的了 夫人 这每一件 都是历年贡布的存样 皆是最好的 可即便是贡布 亦有毫里之差 没错 现在咱们苏家 已经没有了皇上之位 这次重选皇上 是东山再起的唯一机会 需拿出佼佼不群之作 多一丝谨慎 就多一分胜算 就是他了 禅一支 这就是禅一支 听闻当年苏家 就是凭他拿下皇上评选的 没错 这禅一支 是我们苏家独有的公益 这些年 之工的手艺日日精进 就选他 肯定是十拿九稳 我不查 你们就不说了是吗 康掌柜息怒 我们也是封末叶之命 短短两日 网纳大封号居然存了十五万两 你知不知道 咱库里的银子 都被你们搬空了大半 你为难他做谁 放心 我一没有苏家的钱 二没用难度商家的钱 三没用自己的钱 与难无妨赌这一把 亏了赢了 都不至于伤金东 叔 咱库里的银子都要空了 去 把车备好 是 叔 您是要用 关海主的钱 我现在就去接那笔货 各类金银细软 洗干净 足足十余万两 有了这笔银子 我还怕他抽贴子 就是全赔进去了 我两年内还给那姓关的 就是了 叔 这不是您做事的风格 何必铤而走险 你说我行险 何嫌之有 赢了 心疼的是那南宫放 赢了 我只会所使那姓关的 臭他的金 霸他的皮 他省给我动手 叔 这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先行垫覆 要等关海主的银子 到了再给补决 倘若这个期间 关海主爽约 那 闭嘴 嘿嘿嘿 我压嘴 叔 您了 整个南都啊 能参选皇商评选的 一共也没机会 无论从经验 再到宫义 咱们苏家 都是首屈一枕 别的我不担心 我就是担心 这前前后后 得花出去多少银子 从原料到宫义 再加上下打点 七八万 我刚才看了苏府的账目 仅是联合广汇庄 收购唐家产业 就花去了十余万两 现在账上只剩几千两 蒙兰 我与那莫老板都商量好了 十万两之内随时之取 还是云雄开口 你才肯陪我几日 这下后 又要回连生坊去了 现在情势明了了 况且你打理的也游人有益 我自然要回连生坊看看了 那边也是你的产业 怎能厚此薄贫 可我只有见到你才安心怎么办 苏公子 请苏与我回广汇庄 云公子已到 快去吧 路上慢一点 路上慢一点 来